不通电 这是朋友拿过来一块水冷机的室内机控制板 这时候稳压电源就派上用场了 在7812前边呢 焊两根线 加一个电上去 加一个15伏左右的电 开机之后你看 下面电流没有电流 测量一下吧 先测过来的电15伏 有的 再测一下7812输出 输出的话再测量都不对啊 两伏左右肯定不对啊 7812输出电压低有两种情况 要么7812自身问题 要么后级有短路 短路的话应该大电流发热才对啊 这也没有电流啊 没有电流你看摸着都是凉冰冰的 一点不热 现在是把7812拆掉 准备在7812的输出端加一个12伏的电 看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把它拆掉呢 不拆掉的话 假如它有问题 可能会影响 把刚才的两根线挪到了7812的输出端 给它一个12伏开机 哎 听到声音了吗 上面有个风鸣器响 这是好事 然后咱们测量一下 7812给这边这个7805供电的 咱们测一下7805的输出端有没有5伏 测量5伏正常 刚才启动时候也看了电流是80毫安 这个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那有可能只是坏了一个7812 从圆圈盒里找了一个7812咱们画上去试试 7812已经装上 这次呢两根线接到了整流桥的输出端 这时候你就不用分这个正负级了 由于整流桥的存在嘛 咱们可以直接通电测量 测量12伏正常 再测量5伏也正常 到此呢 不通电的故障基本解决 具体有没有修好 要它回去试了才知道 第二天它给我打电话说 装上去就好了 看来就是7812的问题啊 造成整机不通电